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OK 来看一下 通膨上升期间 大宗商品渴望脱颖而出 这样是简单吗 大佛 好 我们简单这么说好了 通膨是现象 但是什么 有时候就像这样股票吗 我聽到哪個公司要賺大錢 我就趕快買了 難道等發財報列任出來了 我同意 那時候買就準備到貨了 所以通膨要來了 我們就可以先布局 但是這分兩個層面 第一個是通膨正要上 你們兩個講法不能互相違背 他說通膨是想像的 你現在講是會來 沒關係我們解釋清楚 一個是通膨正在往上 一個是通膨已經到高點很高 好這會有兩個問題 如果通膨正在往上的時候 你要投資的就是跟通膨相關的概念股 或者是商品 因為例如說像是台灣現在也缺水 那全球是不是也有很多極端氣候 所以才會說什麼很多農產品 很多農產價格在往上走 風不調雨不順 農產品價格就高漲 那它是什麼 它是現象 它也會帶動通膨往上走 所以當通膨正 通膨已經從預期變成真的 通膨已經復甦來了時候 才會什麼 開始進入抗通膨題材的話題 因為那時候才會變成你的錢 會被通膨吃掉 所以呢 所以在通膨的預期 以及判斷它會來之前 應該要先進去布局賺通膨財 但是到了通膨真的來了之後 你就要準備 可能要相對要做 我們一直等 然後其實它並沒有來 都是我們預期 一直在預期 可是它並沒有被實現 所以這就是分批布局的重點 就是說如果我們有這樣的預期 跟判斷出現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分批布局 例如說少量的10% 5%都好 對好過於你從頭到尾 就是我們一直在等 對你一直在等 就是什麼都沒有 預期空等 那輛車怎麼不來 倒不如就先買個月台票 先買個贊票 真正最好 給你買個最好的貴賓席 下去做一個 那這邊我可以補充一點 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有準備一個手板 就是抗通膨債券跟 黃金白儀的走勢 去做一個對比 我們可以看到 在抗通膨債券 它其實它整體上面的特性就是 它直接把未來通膨的預期 加進去了 如果它未來通膨是能夠 是比預期還要來得高的話 它整體的價格就是會持續往上走 那以現在目前抗通膨債券的走勢 目前來講就是持續往上升 那所以在未來整體 你可以看到 黃金跟白銀價格也往上升 但是如果在佈局上面 會建議還是以白銀為主的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它是勾驗型的貴金屬 那它雖然沒有整體避險上面 跟抗通膨上面大宗的需求 可是它在工業上面 它是有需求的 所以它能夠相對抗跌 但是它又跟著漲 對所以在佈局上面的話 黃金的價格如果太高 大家成本如果太高的話 其實在白銀現在上面的價格 其實它會是相對低的 因為白銀之前如果以 之前價格來講 它其實是相對便宜 它例如大概才12塊左右 對美元 那現在價格大概是25塊 其實它已經上漲一倍了 對那反倒是說 現在整體黃金的價格 在回漲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說 在藍色線的部分 其實白銀的價格是呈現一個 高檔盤整的狀態 對那如果未來整體沒有破前提的話 我認為說有機會能夠創新高 是我們剛才提到這麼多 等一下回來回來 回到這個大夥這邊 農產品價格發揚 黃小玉還有細唱嗎 對 有炒一段時間了 對 其實因為這樣子 玉米創近7年半新高 對 黃豆創近6年半新高 那已經在高點了 很多人覺得追進去 還有細唱嗎 當然什麼 因為你之前我們講的時候沒買 那現在到高前了 才會覺得 還沒有細唱 我會這麼說 當然什麼 居高思維 但是趨勢確實是有利於 黃豆跟玉米往上走的 黃豆最重要是什麼 黃豆最重要的是 提供優良的植物蛋白質 所以什麼 中國的需求很高 因為中國人喝豆漿 對台灣人也喝 當然都喝豆漿 但是所以什麼 它跟美國跟各個產 黃豆的地方買黃豆 那它也是中美貿易戰的主要的問題點 所以很簡單 就是美國逼你中國買黃豆 那你買不買 你買 美國中國都買了 那黃豆價格會不上來嗎 所以當然是有機會 接近美國這些農民都 財富都增加很多 這幾年 對 他們農業勞動所得 都提升很多 那第二個是什麼 玉米 玉米最主要是什麼 以前拿來做生殖燃油 現在應該少一點 之前 拿來做飼料 對不對 那你想 中國之前 不是有什麼 豬瘟嗎 所以他們撲殺很多豬 最近在 應該前陣子 在重建豬的需求 那當然豬要怎麼吃飼料 對 所以對玉米這邊 有很大的需求 所以推升了玉米價格 那同時又回到 我們剛剛說的 汽油問題 那全球景氣複數的問題 所以我會認為 因為小麥還沒上來 所以小麥可能要等一下 但是至少 玉米跟黃豆 有創破斷性高 所以我認為它是一個 多頭走勢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因為如果你之前 沒有投資過相關的產品 例如不管是ETF 其實台灣有 有這樣的商品 有ETF 或者是起火 其實波動性 因為你不熟悉 它波動性比較大 所以我認為大家 如果你想要投資這樣的話 有兩大重點 第一個 等它拉回 第二個 不要放大槓桿 用相關的ETF去投資 才會比較安全 OK 等它拉回 不要放大槓桿 操作ETF相對 比較平安 另外 台灣人最近喜歡喝咖啡 全世界的咖啡風潮非常大 各種飲用方式 來看一下咖啡這個東西 未來在這個大中物資裡面 可以算大中物資嗎 可以勉強 可以勉強 它算軟性商品 這麼說好了 以投資角度來說 如果你投資什麼單品什麼的 弄豆 去做長期投資可能還不錯 但是如果你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那種期貨 國際市場那種商品 其實咖啡最近漲幅不是很大 你從這兩年來算 最多也是漲兩三成而已 相對是比較小的 所以咖啡確實有需求 但是它沒有像是黃豆 小麥玉米這樣子 漲的幅度比較大 所以我們還是用喝的就好 用喝的就好 OK 所以那個市場的價格 就不用煩惱太多 OK 好 我有一個問題很奇怪 就是說 你跟大佛兩個 你們有沒有做股票投資 沒有 我自己沒有 為什麼 你們討厭股票 還是在股票上面有什麼 有什麼失敗的產動經驗 為什麼 你們兩位在基本的訓練 都那麼優質 對市場的判斷 總體經濟的素養 貨幣 為什麼不做股市 你們完全做這個 我不做這個不好 為什麼很好奇 對 就我個人來說的話 因為我從一開始接觸 就是以外匯為入門 對 那雖然說 小時候可能 就是會有聽到 身旁的一些 心粉好友 例如說長輩來講 他們會去投資股票的部分 但是因為在股票上面 因為台灣的市場 相對其實小一點 對 那在這部分來講的話 他常常會受到 人為的干預 那再來的話就是 以外匯市場來講 他能夠交易的時間 相對長 那我們觀察的基底來講的話 他的市場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們在觀察這些經濟數據的時候 其實對於經濟數據上面的判斷 只要能夠相對準確的話 在未來整體的價格 都會如我們自己在判斷上面的預期 你反而認為說 只要用科學的角度 好好去判斷他 甚至還不會像台股有一些 看不見的手在那邊弄來弄去 所以你覺得他反而是比較穩當一點 對就是你的科學的訓練 反而在那邊可以得到實證 而不是常常摘在一些 就看得很好 這樣奇奇怪怪 那種事情發生 感覺股市比較刺激 那大伯呢 相對刺激 我是這麼說 因為其實 大家在投資的時候講說 資產分配 資產過局 要外匯一點 事實上 對於絕大多數人是這樣沒有錯 但是對 大家知道巴菲特他有說過 他說其實對他來說 他不會把什麼 雞蛋過度分散 很多人說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 不能過度分散 兩三個籃子裡就好 為什麼 他說因為他熟悉 他了解的產業 他專注壓在這邊 其實他認為勝率會更高 所以對我來說什麼 就是外匯市場 國際市場 貨幣市場 國際商品的 專精的程度比較熟悉 所以與其 還要多花時間去投資股市 那我會覺得 把比較多的心思放在 有在看國際商品 把你的專業跟時間 不要稀釋 放在最有效率的 一個籃子 幾個籃子 一兩個籃子 一個籃子裡面 好這兩個也是非常多 我的心得就是說 還好有你們 使得我們這種人其實 方便非常多 因為總而言之 今天的節目 我覺得我是完全 百分之百達標的人 對 日幣 對 我有先買了 當作未來旅遊基金 0.26的 美元投資的 我去買美元保單的 美元保單賣到 熱到說 金板會說 賣個不要再推銷 不要再推銷 賣太好了 所以你看看 都達標 對都達標 該旅遊的準備好了 該買美元保單的 也已經保了 我今天100分 那我們今天談 不過從大眾物資 也談到一些外匯 我們常常講說 股市會有泡沫的現象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理論 去做不同面向的討論 OK 外匯會有什麼泡沫的現象嗎 當然會有 我覺得 主要比較簡單的概念 外匯泡沫就是 身子過頭了 或貶子過頭了 它其實沒什麼價值 要舉一個案例 要有一個事情 很簡單 我們舉什麼 舉前幾年人民幣好了 人民幣在被美國打的時候 打之前 大家都覺得中國前景無限 那我們也認同 我們也認同 中國經濟表現很好 可是你沒有想得到 一個中美貿易戰 就要人民幣什麼 快速扁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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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扁值錢的人幣 它就是泡沫 被打了之後 就擠為原型 但是中國本質還是不錯的 所以最近是什麼 中美貿易戰的壓力 降低的時候 人民幣就彈起來了 OK 所以還是又會有泡沫的現象 那大眾物資呢 Alan有沒有什麼叫 泡沫的現象 像股市的泡沫 房地產泡沫 我們比較熟悉 在這個大眾物資 有沒有這種泡沫想 被過度炒作 其實我認為說 只要是能夠進市場交易的商品 都會有泡沫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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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說大幅度過度的上漲 或大幅度的下跌 這都可以稱之為泡沫 對 那以現階段來講 其實很多人就會說 黃金金價最近的回檔 是不是太大了 是不是要進入泡沫化了 那這樣子的回檔 就開始會有人認為說 未來因為整體的經濟市場 整體的金融狀況 越來越好的情況之下 那黃金大幅度的下格 是不是開始進入泡沫的狀況 所以在大眾物資上面 一樣會有泡沫的狀況出現 可是1700就有人覺得 會泡沫不會吧 1700也還很高吧 以現階段來講的話 因為回檔的幅度過大 例如說 像是一些投資人 他有做一些槓桿的話 對 當虧損過大的情況之下 就會開始突然有人喊說 現在黃金的價格 是不是泡沫 是不是跌那麼兇 例如說市場上面 沒有任何新聞的時候 突然大幅度的下跌 那這樣子很多人 都會將這些狀況稱之為說 這個市場跟這個商品的價格 是不是開始產生泡沫 OK 那目前整體的這個大眾物資市場 認為有泡沫化的一些氛圍在 我現在有些長很多 現在的狀況來講 我認為說是沒有啦 是沒有 因為需求還持續存在 實質需求還是在 實質需求還是在 因為在去年疫情過後 整體的金融市場也好 整體的消費市場也好 都是在付諸的狀態之下 那在付諸的狀態之下 基本上在大眾商品跟農產品上面 都會是有大量慢慢開始有需求的 OK 那有需求的情況之下 是還沒有泡沫產生的情況 OK好 我記得以前我們在英國 常喝一個啤酒 那個是真的很好 台灣有賣 叫Bordington 叫做Bordington 我們泡裡面的盒子 他的廣告很棒 他有全世界最 啤酒裡面最綿密的 這個泡泡 叫泡沫 他說泡沫濃到 可以當冰淇淋掃給它 挖一掃起來 這是一個很棒的廣告 這我們另外一家廣告公司 同仁做的 他說這個濃厚到 可以拿梳子去刮出這個文 The Queen of Manchester 這是在曼特斯特的一個咖啡廠牌 講到泡沫 就一句話很有意思 這個原本說到民國100年大泡沫 他說資產像是啤酒 沒有泡沫就沒有滋味了 但切記要在泡沫消失之前 一飲而進 否則當泡沫消散之後 留下就只有苦澀的味道了 你覺得這個說法合理嗎 合理啊 我簡單這麼說 大家會覺得我沒有投資的東西上漲 就是泡沫 他好了 我買的東西漲的是應該的 應該的 別人買都是泡沫 別人買就泡沫 你買比特幣可以漲到另外一個泡沫 肯定泡沫 但如果你有比特幣 應該的 應該的 20萬 那這樣子一種 獨厚自己自我感覺良好的心態 是健康的 還是本身就是個大泡沫 吹牛的泡沫 當然不健康 所以才要回頭來告訴大家 有時候漲得過熱 你說 我們不要講台股 我們講美股 隨便都一直出來創建 你知道嗎 S&P500今年現在四月初已經漲了9% 到這樣漲 如果再漲三個季度 是不是又二三十%一年 那不合理啊 那當然不合理啊 但是什麼 但問題是它就還沒有跌 所以你可以適時的獲利了結 把錢賺了拿去玩 對 都沒有什麼 爆上就爆下來 到最後什麼都沒有 那雙疤 那多慘 對不對 然後你對這個 所謂資產 這個啤酒 這個泡沫這個比例 你給大家一些建議跟分析 其實跟大佛講的 相對一樣 不要聽他的 因為在資產泡沫來講的話 如果市場上面 沒有資產泡沫的話 基本上就沒有有利可圖 那在有利可圖的市場上面來講的話 是一定會有泡沫的產生的 但是切記最主要 投資上面的重點 就是能夠分批佈局 而且不要照鏡 這樣是會相對安全的 好分批佈局不要照鏡 我就有一個期待 就是要泡沫的時候麻煩通知 這倒是真的 好非常謝謝三位精彩的議題 我們下禮拜再見 拜拜 我們下禮拜再見 我們下禮拜再見 再見